今年我们已经测了很多游戏本了 感觉也是时候换换口味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一些专业领域的工作站笔电有没有兴趣呢? 我手上正好就是一台超正经的工作站级设计本 惠普的战99锐龙版 跟主流的全能本不同的是 它采用了锐龙Pro处理器和专业级的显卡 在模具设计上也更倾向于工作用途 这台电脑都专业在哪了呢? 下面就来测一下吧 先来看详细配置 它采用了商用级别的AMD锐龙9 Pro 7940HS处理器 8核心16线程 不显也是比较少见的RTX2000 ADA 最高功耗50W 它的规格比较接近于RTX4060 具体我们等会儿细说 内存硬盘为32GB加1T的组合 屏幕则是搭载了一块15.6英寸2560×140分辨率120Hz刷新率的IPS面板 标称色域100%sRGB 作为一款工作站定位的笔电 它的定价也是比较高的 我这个配置就要14999元 预装Win11专业版系统 这种电脑可能各种企业采购会比较多 个人一般不会自己掏钱买 当然它也有一些采用常规配置的版本可选 价格会便宜不少 上手这台电脑后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低调 A面有彰显身份的薯条logo 整机采用了银灰配色 ACD面是金属磨砂材质 非常沉稳商务 屏幕可以单手开合 最大约180度 这台电脑采用了传统的16B9比例 边框还是比较明显的 上方是500万像素的广角摄像头和人脸识别镜头 有物理防灰拨片遮挡 屏幕面板找不到来源信息 标车色域100%sRGB 实测色域容积99.7%sRGB 色域覆盖97.1%sRGB 色准方面 平均DeltaE1.48 最大DeltaE3.02 一般情况下是够用的 如果要做一些对色彩要求较高的工作 那建议自行校色 屏幕最大亮度约390nit 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响应8ms 灰阶11.4ms 两号水平 总的来说 这块屏幕表现中规中矩 没有特别明显的优缺点 我个人认为 如果能给它换上16比10 再加上广色域 那可能使用范围会更广一些 我们继续来看C面 键盘具有防波键的设计 小键盘得到了保留 不过电源和方向键还是这么的 独特 键帽的尺寸不大 按键和触控板的手感 都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右下角是指纹识别的模块 整机厚23.1-23.4mm 机身重2000g 适配器436g 便携性比常规的游戏本要略好一些 适应移动办公的需求 接口部分 它有三个5G速率的USB-A口 一个RJ45网口 HDMI 2.1和3.5mm的耳麦口 还有一个雷电4 没错 AMD处理器的笔记本也能有雷电4 这是通过外挂雷电控制器实现的 非常罕见 这个接口配置一般情况下应该够用了 整体来看 外观做工方面并不是这台电脑的强项 其实大部分工作站笔记本都遵循着这种低调朴实的设计 外观不是重点 它的价值更多是体现在可靠性、售后等方面 就比如这台Zen99就通过了19项军标认证 而且支持3年免费部件保修 加上3年人工服务 加上3年上门服务 相比主流一年保修也要完善不少 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特殊的硬件规格了 下面我们来进入性能测试 首先是CPU 这颗戴Pro的处理器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其实它可以看作是AMD锐龙9-7940HS的商用版本 两者在规格上非常接近 都是Zen4架构 采用了台积电4nm工艺 8核心16线程 最大频率5.27Hz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Pro版本增加了很多安全性和可管理性的支持 包括安全处理器、内存防护等等 这些功能一般是那些特别看重数据安全的企业用户才能用到 另外Pro版本不支持PBO 除了常规的性能以外 在AI领域 AMD也有自己的布局 最新的锐龙处理器集成了Ryzen AI人工智能引擎 支持运行在PiTorch和TensorFlow中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 专业人士可能会用到 另外惠普还做了一个集成业界主流AI开发工具的管理器 适用于Windows和原生的Ubuntu系统 提供了各种AI和数据科学的常用软件 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 新电脑的环境配置和软件安装更新过程往往比较繁琐 而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一键自动安装 大大简化了工作流程 我们还是来看实际跑分吧 单核性能方面 它的Cinebench R23单线成为1780分表现正常 多核性能部分跑一下R23循环 这台电脑的成绩非常平稳 一直在16000分左右波动极小 从记录的Log可以看到 跑分时都是先达到60多瓦 然后立即回落到54瓦运行 这个功耗实在是有些过于保守啊 几乎是贴着CTDP设计的 每一轮跑分刚开始时 CPU都会顶到100度 稳定后则是维持在95度左右 看来这个性能释放已经差不多是它的极限了 然后来看显卡 它属于NV最新的专业卡系列 和40系采用同样的ADA架构 实际上它的规格非常接近于移动版的4060 同样是AD107核心 同样是3072个流处理器 连显存容量带宽这些都完全一致 不同的地方在于 专业卡会有定制的驱动 在一些特定的软件中会有额外的优化 在战99上 这张显卡最高功耗为50W 因此最大电压和频率被限制的比较低 下面来看理论跑分 实测3DMark Time Spy 7829分 FSE 9641分 CVP教室 4826分 成绩看上去和50W的4060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于是我们又跑了一下Ada64的GP GPU测试 这里的结果看起来是4060更胜一筹 以前有一个流传很广泛的说法 认为专业卡的双精度计算性能更高 但跑分上并没有体现出来 理论性能看不出区别 那跑一下实际应用试试呢? 首先是Adobe三件套 PS 1153分 AE 869分 PR 575分 分数相比类似配置的游戏本要低一些 尤其是PR差距比较大 原因我估计还是因为战99的性能释放太保守了 其实它的CPU和显卡总功耗就只有65W左右 遇到PR这种经常需要高负载的应用很容易出现瓶颈 然后再来试试覆盖更多专业软件的Spec Workstation 这里终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战99在CATIA、ZERO、西门子等几个项目中取得了优势 其中大部分都是侧重于GPU的软件 看来专业卡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而其他项目则是有所落后 那既然都聊到专业应用了 怎么能忘了如今大火的AI呢? 我们使用了本地部署的Stable Diffusion进行画图测试 由于驱动版本的问题 对照组就只能用60W的4060了 不过即便是功耗上先天劣势 战99仍然比4060的游戏本快了13秒 说明在AI绘画上采用了专业级的硬件的战99 效率确实会比同功耗类似配置的电脑更高一些 最后我们也简单测了几个游戏 CS2这种网游还是比较流畅的 可以跑将近200帧 FF14也能跑到85帧 大型单机这边性能需求较低的 古墓和地平线5都能跑到60多帧 压力大一点的战锤3就只能40多帧了 总之大部分游戏应该都能玩 只是体验不如主流的游戏本 简单总结一下性能部分的表现 这台战99锐龙版的性能释放 在同尺寸笔电里只能算一般 像游戏这种高负载场景不是它擅长的领域 不过凭借着特殊的硬件和优化 它在一部分专业领域的软件中有独到的优势 算是一台适合特定人群使用的工作电脑 性能测完我们还是照例把它拆开看一下内部构造 这台电脑的拆机不难 卸下底面螺丝即可截盖后盖 电池容量为83Wh 实测PCMark10现代办公续航时长为12小时9分钟 中高负载应用脚本测试时长为6小时21分钟 这个成绩对于带独显的全能本来说已经不错了 即便是不查点也能坚持较长时间 原装的固态硬盘是凯夏的BG5 实测速度大约是PTIE 3.0x4的水平 算是基本够用吧 下方还有一个预留的硬盘位可以自行加装 原装内存有两个16G的DDR5 5600MHz组成双通道 跑分看图 32GB对于大部分工况来说应该是够用了 如果需要更大容量的话也可以自行更换 无线网卡是AMD与联发科合作研发的RZ1616 支持WiFi 6E 实测速度和稳定性曲线我们制作的图表 感觉上传的速度低了一些 平时用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散热部分它采用了双风扇三热管的散热模组 整体规模不大 下面用烤机来看一下实测表现 试温25摄氏度单烤FPU CPU封装功耗维持在53W 89度频率4.05GHz左右 单烤显卡功耗50W 71.6度频率1470MHz 双烤CPU功耗25W 69度频率2.8GHz 显卡40W 70.7度频率1260MHz 不出所料整个机器的性能释放都很保守 CPU和显卡的总功耗也就65W 核心温度也很低 然后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 热量主要集中在键盘中央靠上的区域 温度最高的键帽是43.9度 这个温度算不上烫手 但长时间使用还是有一定热感的 噪音方面 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是48.6分贝 跟轻薄本比较接近 比主流游戏本安静很多 总的来说 这台电脑的散热表现一般 跟游戏本那边卷上天际的散热不同 工作站相对来说不太追求极致的性能释放 而是更看重稳定和安静的使用体验 所以说整体表现比较中庸 这台电脑和显卡 以及可靠性售后支持等方面 像ISV独立软件厂商认证 硬件及安全防护 防坡键键盘 三年上门等特性 一般用户可能不太注意 但是对于工作站来说 却是不可或缺的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类产品的目标用户就不是普罗大众 而是那些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 也许只有到了他们的手里 这台电脑的价值才能完全发挥出来 所以这次我就不做单独的推荐了 除了我测试了这款专业版本以外 战99锐龙版还有很多常规配置核选 价格低很多啊 如果只是看中它的扩展性和低调外观的话 也可以考虑它们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别八屏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教练买本性的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别八屏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